最后的话,像刚刚这个快速向下填满的部分 其实我刚刚主要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年次 然后并且把公式把它输入上去了 所以TES,再LAPT,再VALUE OK,那完成之后的话当然向下填满 那以前的话一般是按住这个空点向下拉 可是如果你这个向下拉的动作 假设比数非常多的时候 那有可能会拉很久,要不然就会过头 所以理论上,那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当你把游标放在上方的时候 它会出本来是白色的十字 变成黑色的十字,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它就整个帮你把这个资料向下全部填满 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如果向下填满隔壁没有资料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帮你把它自动填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上 这个地方假设 这边插入一个空白栏好了 因为这边没有的参考 所以你向下填满 你怎么点它都没有作用 为什么?因为这边没有资料 所以你这边没办法参考说到底要向下填满到哪里 除非说什么呢?除非说你这边右边不是空白的 向下填满,这样就OK了 好,那把资料填上去 把公式填上去之后 那假设说我们已经得到年次的这个栏位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那刚刚我做的这个公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自行参考第几页呢?第四页的地方 那公式在这边 OK 那当然呢,刚刚的方法除了用Test,Labs跟Value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Ear啦 Ear的话呢就是取年的部分 但是要减掉1911啦,这个也是个方法 不过这一题主要我们是了解Test啦 OK,我觉得主要是用Test真的蛮方便的 也就是你以后呢遇到那种状况是 上面看到奇怪为什么要抓那个资料 怎么切割,就是切割不下来 比如说我要取前两个字,奇怪怎么抓不到前两个字 抓到奇怪怎么都是怪怪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学会Test函数 这个蛮重要 因为之前有蛮多同学问的问题 都跟这个有关系 OK 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我想要利用刚刚的年次 绘制出一个图表,那比如说呢 我希望统计一下,到底会员里面呢 到底是五年级升到七年级升哪一个这个人数最多 OK,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把这些资料可以统计出来 其实当然第一个啦,一定要数字,为什么要数字 因为他是以数字去做群组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五年级升到七年级升 每十年一个群组的话 那一定要是数字,如果是文字他没办法帮你群组 所以这个地方我刚刚有特别把它再加一个value 主要原因在这里 OK 当然如果你用year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year是把它当数字来看 OK 好,那怎么统计 1,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插入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会抓到范围 不过你会发现抓到范围,对不对 A1到A的103 那显然他把A1也抓进来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以后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表之前 先把它取消一下 资料请你先正规化 那什么叫正规化 就是说呢,请你把栏位名称 务必要放在第一列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放在第一列的话 像我们上面其实有一个题目说明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它删除 第一列跟第二列选起来 按右键删除 OK 那删完之后我们再重新插入枢纽分析表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这个范围选起来才会是正确的 所以第一步,请你先把1,2列删掉 2的话呢,插入枢纽分析表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他会帮我在这个工作表 就我们刚刚在前面再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叫工作表2吧 OK 那如果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那个年次 所以把年次拖拉到列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我算一下 这个 这个 几年次的人有几个 可是你会发现有几个 可是你会发现他后面这个 合计的部分 他把它加总 所以记得把这个 值的部分旁边有个小小的键头点一下 点上去之后,选择那个值的栏位设定 把原来加总改成计数 为什么要计数呢? 要算几个人吧 OK 因为我要算几年次的人有几个 OK,按确定 计数喔 把加总改为计数 好 那你会发现 他会显示出来 58年次的一个 59年次的一个 60年次的一个 61的两个 那哪个最多? 69的有10个 最多 OK 然后71的有14 70人好像人数最多 可是你如果假设 因为一个年次 假如说要这样分 显然没有办法很清楚 所以呢 一般习惯性是会把 5年急升 6年急升 7年急升 就是以他的那个 年次的前面那个数字 当成一个群组的话 那我们怎么做? 特别注意喔 最后呢 我如果希望5年急一个群组的话 那就50到59 60到69 70到79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OK 那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有一个功能 我把游标直接在哪里呢? 在A5 在下面这个区块 按右键都可以 然后呢 组成群组 那群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50 50开始 50到59 60到69 那70的话 结束应该是79 那50到59 那50到59 刚好10 所以你就兼距是10 OK 就50 59 然后60 69 70 79 OK 有三个 按确定 兼距只按 那特别注意喔 如果假设你前面没有用value 把它转成数字的话 那群组会失败喔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喔 那因为我有转成数字 所以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5年急升的 把它群组之后 把它加在一起 6年急升的 群组之后加在一起 那7年急升 easy推 OK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们理论上看 数字应该是蛮清楚的 可是毕竟数字还是没有图那么的直觉 所以最后如果假设我要化成直条图的话 那我可以再点选 右边这边有个叫枢纽分析图 找到直条图 第一个预设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 图绘制出来 那并且把它怎么 放在这个表的右手边 并且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一般习惯会把这个图例 因为这个图例不需要 所以delete这掉 上面的标题也去改一下 这个标题上面呢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年次 比如说统计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标题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再修改一下 年次 统计好了 ok 好 那这样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字稍微放大一下 也许大概放到16 那字把它改红色字 ok 那这样你会发现 很快的 如果你要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很快就可以做出结果 把年次统计 这个工具 工作表名称也可以改 它 它会把这个直接跳一个新的 那名称叫工作表2 我觉得名称不清楚 所以把它改叫年次统计好了 切回来这个就圆来了 这个多一个年次 记得待会把第一列跟第二列删除 再插入 枢纽分析表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我刚刚大概做几个动作 我再把重点回顾 1 就是把年次拖拉到年次 再把年次拖拉到直 反正就是往下拉往下拉 然后这边的话 它预设是加总 把加总改成技术的话 就是旁边这边点一下 直的栏位设定 本来加总 改成技术按确定 然后群组的话按右键 组成群组 输入50 70 10 按确定 然后再利用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叫枢纽分析图 绘制出一个直条图 就完成这个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